第十题呢,要计算这个数值的值是多少 好,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我们这一题呢,它的计算的顺序是先算这个括号里面 然后再除 很多同学会误会这个48除以后面这个括号可以把它分配进去 不行,这个是这一种情况之下是没有分配率的 所以呢,我们先把括号里面把它算出来 15分之8加35分之24 把它通分 通分之后呢,这个我们就用分母叫做105 15分105乘以7倍78,56 35分105乘以3倍 3乘以24是72 所以呢,就变成48除以105分之 56加72,128 好,这时候呢 把除改成成 分子分母颠倒 48乘以128分之105 然后我们再来把它做约分的动作 48跟128约分 我们先用这个16来约好了 16 48除以16等于3 128除以16等于8 所以最后算出来的结果是8分之315 答案就选C这个选项